杰保老师 今天盘再刷千点欸 我给90分 今天有吃药吗老师 没事没事 看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线 今天杰保老师盘刷了千点欸 很好啊 吓死宝宝了 90分 还给90分哦 就如我们的 还差一点点啊 再多一点点我就给95分 后口一样 老师你今天晚上吃药 不不我干嘛吃药 欸观众朋友 昨天台积电法师 我们特别讲 我说你看外资看那么好 来来来 昨天我们不是在数 奉赏一下 来来来 大魔看多少钱 大悲魔法860 小魔咧 900 然后那个谁 高盛还不太高吗 高盛975 花旗看950 来来来 你们听听 昨天的新闻哦 盘中哦 在法说前的哦 昨天法说讲完之后 所有的外资都傻了 真的 没有要上修哦 没有要上修哦 我说你好死啊 你在想什么 这讲的不好吧 没有不好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啊 大家期望值太高 你们一开始给的目标太高吧 人家都考95分 你让人家考105 所以是不是再次验证 这些哦 外资罕呢 对啊 数多必有枯枝啊 人多必有外资 很明显嘛 好明显哦 很明显哦 还是我说的算嘛 真的 真的 好啦那 还记不记得两周前 David给大家的一个台积电 800块贵不贵的影片 有 我没有讲点清楚 太贵 下来了吧 就是因为你录这个影片 不是啊 我实话实说啊 因为很多人在喊台积 10001000千元 千元何时到吗 不是 你要先思考是 直接上千吗 不是嘛 一定是压回之后才上 所以我才说 我才不故意拍影片给你们 他们说800块 上台贵赶快买卖 你看是不是 哎这样差了 不多啦 差个六七十块而已 七十块呢 妈妈咪啊 那我先讲哦 但台积电今天这样关下去 好的吗 是好的 我不敢说他 我不敢说他已经最低了 但今天确实有不错的买点 我不敢说他是最低 因为没有一定是最低啊 也对啦 只是说他测试呢 真的是就可以开始准备减了啦 嗯 哎有些的股票 刚刚老师提到重点 有些的股票 你真的要趁今天再拉回的同时 David今天买的可凶了 珍惜啊 珍惜啊 买了什么呢 朋友啊 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 好什么消息 快没有低点了啊 小米 快没有低点了 所以我们那个预约 提供期账的活动最后天 电话播通了没 赶快 新一轮提供期账股 今天那个动作比较多 买的比较凶 比较猛 合理啦 其实你看哦 昨天节目 前天节目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台北股市 最强的主题 竟然是同概念股 是 没错 你看第一桶今天又不跌啊 嗯 强 刚刚那张16开头 那个 刚刚那张16那张 对 这是4月17的哦 今天4月19 对 礼拜三的 荣兴合肌今天还涨停哦 有 的确 强 今天跌1000点哦 跟他们没关系 天哪 继续涨停 你看他已经一个多礼拜了 David是跟你讲 同概念股 你讲了两三个礼拜了 有 为什么David让你看军工 看一下重点 是 然后资金去买生计 看做这个什么 那个同概念股 对 同概念股 今天跌1000点 干什么事 没关系 大部分都没跌 对不对 对耶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些股票 摆明就是避险了 嗯 也就是说 早有人预料到要回档 包括我啦 早有人预料到要回档 所以资金早就转了嘛 我就说你不要去猜 什么要回档嘛 你看资金跑哪儿 他因为一窝蜂去买重点 一窝蜂去买军工 重点军工 生计同概念股 全部都是避险 都涨上来了 那不是暗示你指数要修正 是啊 对不对 只是说台积电讲的不够好 不够好 被人家借题发挥而已 哎呀 再加上今天盘中 有 对 以色列又出手了 什么东西飞过去了 对 所以 今天本来叠个六七百 变成一千 一千呢 乘以二 一千呢 正常啦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 有缩脚哦 缩脚是正常的 今天是是 缩的还不够多 所以我说还不够好 哎 今天在盘中 大概十一点钟左右 我今天一进 找去保 找平和路 那个热度棒 那时候十一点嘛 哎 今天今天也到了 果然你看 马上击达两百点 哎 真的耶 所以你今天回了两百 平和一定有想问我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不告诉你 是我教不了你 教不了 有教了 但是我学问 这个 有教跟没教是一样的 学生 弩顿 不是不是 这个真的太难 这真的太难 平常训练不够了 好不好 这真的很难耶 你看 这种技巧 神乎其迹 我没办法教你 但是十一点那个地方 我买股票了 你看 你买了个胸 难怪那么晚上来 我就是跟你说 我买股票 今天就无缘耶 今天 再去 快管了 哎呦 修了 老师 你这样不对哦 你每次说后 你出手都是呆呆的停损点 没有一定啦 什么没有 然后每次都停损 只是今天 今天颇有这个迹象而已 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啊 来来来来 十一点多买的 来 我今天十一点零几分买那一档 来 这个 谍厅哦 谍厅买的耶 我今天买谍厅版哦 妈妈咪啊 谍厅版哦 那个谍厅是我打开的 我今天买谍厅版哦 够不够力 他已经上来了 超够力的 好啦 以今天尾盘如果够强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股票 喷到快涨停了 不会吧 那如果不够强的话 应该 还有机会翻红啊 还有机会翻红 今天 今天刷了千点 目前 现在剩六百多嘛 现在六百多 对对对 就看尾盘的力道啦 那以今天的量能约莫 因为还没收盘哦 对还没收盘哦 预估是七千左右 嗯哼 那这个量是好的 哦 等一下 对 现在六千了嘛 对六千了 对啊 五千九多百多啦 是 我们现在盘 全国观众好朋友们 David是极少数分析师 在盘中录影的哦 没错 是啊 很多人说 每次我们家大老板啊 看到我就说 David怎么在盘中录啊 嗯 说我不需要收盘啊 对呀 真的 收盘是给 收故事的人 就对 就是用嘴做股票的那些人 用的 好 你说的很 出一张嘴的人用 小弟我不需要收盘 看图收故事的人 我盘中就已经 做好了 开玩笑 我画的 不是 我画的 只是我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会这样做而已 这个就很明显啊 不 我就 不小心捡到了 跌停摆而已 一直挖动吗 不小心 不小心 那个有参加活动的朋友们 是 赶快问一下服务人员 David到底买了什么鬼东西 对啊 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就是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哦 因为快没有买点了哦 天哪 下礼拜可能还有震荡 我们把它当做最后的机会 所以这个活动 预约新一轮 迪步新找的好股票 新标股 第一时间通知你 最后一天 拉斯斗龙 对 狂赫台股间谍签点 开心的不得了 我今天标题应该写狂赫台股 狂赫吗 真的不行 可是这样 像狗傻眼 我觉得这样没有同情心 真的 所以我们还是 那个 文雅一点 好文雅一点 对对对 我们要关怀大家 不用关怀了 大家赚钱就好是买关怀的 你已经赚到了啦 好不好 另外一档更夸张 老师啊你不是有一档 九点多就买了 对啊 那一档跟不会跌 有什么好东西的 盘中间谍一千点哦 他跌一千点 这碟比今天买的股票哦 我九二点半都买了哦 扯不扯 哼不哼 哼 夸张 你看看 而且这股票连五十块都不到哦 妈呀 三四十块的股票哦 妈呀 然后台北股市今天 不是一路刷 刷到十一点才反弹吗 对啊 人家没有低点哦 等下我来看一下 人家没有低点哦 我来看一下 九点三起哦 人家没有低点哦 妈呀 五名两个字 我看到了 这很多都两个字 这很多都两个字啊 好不好 这没诚意 真的 赶快参加活动 对不对 新标股大家一起来 所以老师你买他的用意 是他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没来耶 就是第一个 对 第一个 第二个 什么 嗯 嘿 背来背去 对他有帮助 对他是有帮助的哦 你想会想到哦 也不会想不到啦 真的会想不到 真的 长上去你就会想到了 哎 长上去 就像我跟你讲 第一桶可以买的时候 老师 对 对 像铜概念骨啊 什么什么 什么大雅啦 什么什么 荣兴啦 对不对 花荣啦 河姬啦 现在大家都会 都会了吧 都会背了 都会背了 你已经被人家赚走了 应该长上来 发现了 才知道他的好棒棒 太棒了啦 就像 当初跟你们说 重点就那四档 是 我就已经讲了一年半了 嘿那 现在大家都能信了 有 有 哎呦呦 你看看啊 第一个都长太多了 长太多了 好啦不管他们了 好台北股市今天很明显 会有拉尾盘的西向 今天反正十一点 那是最低点 很明显的啦 真的 所以等一下如果尾盘 再继续收敛的话 今天这个盘就不是90分了 是95分了 那老师那收到什么时候 收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 跌个四五百点就可以了 所以 还差一百点 对 再收个一百 我不是看技术分析哦 不是这样看的 嗯 也不是说老师那是纪线吗 也不是哦 也不是耶 也不是哦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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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 哎 刚刚老师真的在 偷偷报告 报告一下 跟大家透露 刚刚在录音前呢 老师大家看一下 嗯 这样子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尾盘再收个多少多少 然后呢 嗯 可以 90分 90分95分啦 马上那个分数就打出来了 然后 然后再来看看股票 有没有机会涨停啊 今天没涨停应该礼拜也会有的 今天没涨蛋 但下礼拜应该就有了 不要灰心 下礼拜还给我机会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今天从谍停版到平板 我们就等于涨停了 对 是呢 是耶 那也不需要涨停 我到平板就好了 我到平板就好 到平板就一根涨停版的幅度了 小赚 小赚 10%就好 跌停版谁敢碰哪 有啦 就是你啊 Dairy啊 朋友们我们啦 就我们啦 收到抗讯了好朋友们 因为你们认识Dairy那么多年了 真的 我买股票是非常有原则的 是 没有那种 像这种 呃 非常夸张的跌幅啊 跌点啊 对不对 然后你看 David前面已经带你避开过了 有 很多股票叫你先清掉 是底 叫你买一些防御型的股票 有的 今天怎么 老师你去买跌点买的股票 是啊 天啊 他应该是 这个位置啊 今天买这档 11.06 哇 这个位置 他应该是 我不敢说今年低点啦 因为他之前还更低过了 嗯 他应该是 这位从现在开始到 未来下半年应该最低了 哇 就在今天 就在Gennady Today 还刷在千点的同时 没有千点到这种机会 珍惜啊 珍惜啊 真的呀 基本上你快跌晚了 所以你快没有买一点 妈呀妈呀 你看从礼拜一礼拜二回档 我就跟你说要珍惜啊 那我还特别讲啊 我说法术搞不好 不会如你预期啊 但是会不错啊 法术讲的很好啊 只是外资觉得不够而已啊 我买单市场 你们啊 就前面涨太多 因为你们要喊九百一千啊 那你昨天的法术 这种讲法怎么会九百一千 你看看 是不是就是一年喊了 大杯八百六 小杯九百 对啊 喊九七五的 对夸张的高盛九七五 高盛啊 高盛啊 这把他差两百块 你要借我吗 突然打错 所以高盛就会写说 现在是好买一点啊 这样会不会 会哦 对对对 真的 那跟透过老师不一样 我说今年啊 今年九七五啊 又不是现在 我说总有一天啊 所以大家平常保持身体健康 真的要身体健康 要服那个拉南国马路 对 而且要 嗯 不能说 你要说你就说 我没有意见哦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们不能突然加速不行 对啊 让车速太快 我们是安全驾驶 对我们是 优质频道 优质频道 新一轮提供起长股 欢迎大家一起来预约 来 今天赶捡便宜的朋友们 欢迎你跟上脚步 恭喜大家 真的 这里赶捡哦 想不赚都难啊 呃 那什么 赶赶捡你就赚 基本上你找股票 不要买的太差哦 这里赶捡大概都赚 哎老师 今天会不会盘面上哦 好的股票 可能是大猪小猪落预盘 通常指数大跌哦 有个非常好的优点 你可以让一些长期趋势 向上的股票 是 有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嗯 你也可以让这个 过去这一个季度 这三个月 修正很远的股票 出现一个很好的停损点 哦 所谓停损就是有人停损 然后就被捡走了 哦 就被捡走了 哎 哎呀 是我们啦 你看看啊 哎呀 是你们 是你们 是 就是你们 哎呀 就你们买的 哎呀 老师在等等等等等 我终于找到你跌停了 发讯 上来录影 你看看 我今天刚刚11点 先录了录吧 我就等到 跌停 我就发讯 然后就上来录影 就上来录 新甘情愿 上来录了 哎 好 就等你等到叮咚 我就等 还不跌停 再来再来 再来 果然 到了 还有让我等到跌停 你看看是不是 不容易啊 哎真的不容易哦 买跌停 不是买跌停不容易 是有跌停可以买 真不容易 有跌停 哎有跌停的股票 也要珍惜哦 对你要是好股票 是好股票 对是好股票 是好股票 不要买太奇怪的 不能乱选哦 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的 真的可以看得出哪些股票 今天热度保佑人问我 用我一档股票 哪一档 安什么客 安泰克 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个量太小了 腰股我不做啦 腰股我做 但量太小了 不做 对 安泰克嘛 我也忘了耶 我是要讲啦 因为你看 David做飞行室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带客户 反正往这么小的股票过 他真的量不大 不是说小股票一定不好啦 而是我很难操作啦 他的确这一波 还蛮弱势的 你看 因为他前面长太凶啊 是 然后长得也没什么理由啊 就来得快去得快嘛 怎么上去就 通常就怎么回来啊 怎么下来 那因为这样的标的 如果我不是一开始 就已经老早就知道 先买好的 上去我就不会让你买 那还是饥渴的吗 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做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耶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 我没办法帮你什么 David David一开始就会把这种股票 直接提出 是 因为投资 不是只有今天涨停 不是 很重要 而是你要常常买到便宜的股票 没错 常常能够一个波段赚上手里 稳定的 这种投资 你说一档股票要赚三成五成 很容易吧 这是一倍都不难啊 可是你的买点在哪里 让你理解吗 就什么David跟人说 今天这个牌很好 是 所以刷一千点之后呢 马上买点 买盘被接走 有 抢起来 成交量 现在预估了七千亿 是 那这七千亿 就有人卖掉嘛 对啊 才会成交嘛 对 那本来是有人买了七千亿嘛 是 预估是八千三百五成 对对对 那所以 所以是我们买的吧 我们今天贡献几亿 你有贡献 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贡献几亿 几个亿跑不掉吧 买的可凶了耶 买的可凶了耶 而且买的族群还真的是你想不到 我们今天买的很多都是低价 真的说低价 很便宜 很便宜 你一百元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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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不到耶 真的耶 不用想啦 赚就好了 什么好想的 不是说现在要锁定什么 信赖的 信赖什么 你自己跟我讲 不是什么 信赖的股票 那是什么股票 我不知道耶 政策 政策加持的 政策不是涨上去了吗 金工也是啊 你那个中间的涨那么多人 不然还有什么 也是啊 好不要再说 不然你还要买华城哦 不然你就去啦 我是不反对啦 但我不想买了 直接说你 你就去要送 不就送你啊 就像你那时候四千多块的 世新很多的孩子 五千那种 上力上力上力 真的啊 五千五嘛 五千几以上 四千五直接灌到那个 都很到年线的 真的你看都是你 不是我啦 年线是你讲的 真的很会甩锅哦 我们 甩来甩去 然后旁边那个躺在中间 躺在中间 对啊真的 你们两个 真的一个东西 我们还是很平常心 告诉大家 真的有好股票 真的 又要好买一点 是的 我们这个活动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咯 所以我们下礼拜 最后再轻轻的就差不多了 大概就没什么股票可以 没有太多股票可以减的啦 不是不能买啦 是会没低点啊 嗯 真的低点不多 其实这个礼拜 给你蛮多的机会的耶 这礼拜 只有两天是红的哦 我先讲哦 很多股票哦 在前两个礼拜二的低点的时候 对不对 今天就没这件低点了 也就是今天跌了一千点 不干他们的事 因为他们已经先 来会员们 你看我们星期二买的股票 或星期三买的股票 星期二乎星期三 假设啦 会朋友 你已经跟上活动的朋友们 我们星期二买的股票 到今天跌一千点哦 嗯 它却没什么低点 哦 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嗯 这是不是像我讲的 指数跟个股不同步 对没错 今天很明显是杀指数 嗯嗯嗯 但股票呢 当然指数跌一千点 股票当然要跌个5% 8%意思意思一下 对 可是它是不是回不去前面的低点 嗯 那是不是有些股票已经开始做了 哦 一步有被点走了 有哦 有自己有 这个这个逻辑大家就比较理解了吧 嗯 可以可以 你只要说第一千点 大家东倒西歪对不对 真的啊 倒都倒歪都歪 对啊 当了躺 这魂飞魄散对不对 真的 现在很多人要收收金了 收金哦 请到那个叉叉公排队 我想说老师你们要亮一下 没事 亮一下 亮一下 哦这个那个哦 Ban 今天还不严重了 才一千点而已 千点耶 我们5G的那时候我们也有算了一下 今天的是在史上最大的 好像那天前五啦 前五真的是 应该是前五 前五后 来来来来 重点是老师今天出手了哪些的标的 老师 今天买的比较多一点点啦 真的多 还蛮 我前面有空啊 我就空一些位置 本来就在等今天剪达 你看 不然我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讲说 台系列法说很强很强 很强很好啊 会不会不如预期呢 对对 外资看那么好的都很担心 所以 所以也算是 所以一直提醒你们 我说你看人家在买那个什么电缆啦 那种股票 电线电缆 你们觉得很奇怪 所以应该来说 今天的台系列法说是变反汇了 某种程度上当然是啦 但不是它真的不好啦 未来 是你们前面喊太好了 真的喊太好了 一直往上喊了1000以上了耶 你看看 就700不够喊800 800就算了 喊900 900再喊快1000 就过了1000 1000之上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外资报告 常常会喊得很夸张 真的 好的时候喊很好 很好啊 坏的时候喊很坏 真的 为什么 有一句话叫 雨不惊人死不休 对不对 博眼球嘛 对 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 陈毅迅 陈毅迅有首歌叫浮夸 有 你们就有这句话吗 好好听喔 如果不够浮夸 你怎么会看到我呢 就他讲 我觉得那句话讲得很好 其实金融这个业界 也是很常这样 不管是外资投薪都一样 法人却很常干这种事 这喊得很夸张 很夸张 对对对 那像那个我们投顾这业界也是 也是喊的或演的很夸张的 很多啦 真的 可是这是有用的喔 因为投资人喜欢 哦 投资人喜欢 对对对 自己对不对 我就不晓得了 吸金 吸金 不好意思 我只能靠你了 对对对 我没有美女 你还给我办法 突然轻轻嗓 这样可以 可以可以行行行行 来 赶快再转回来 声音又哑了 你看看 底部起掌的喔 吸引人要守定底部起掌的 所以呢 亲爱的老朋友还没来 听到老朋友们 老师 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了 哇 真漂亮 越拉越漂亮 越拉越漂亮 有到老师 还没还没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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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刚刚说90分嘛 对不对 我们慢慢来就好 不用不用太 不用不用拉太多 再100 哎还在在100 再100 慢慢来就好 慢慢倒倒来 这样也不错啦 90分就好一口 这样也可以喔 OK 90分也就好了 好 留一点点嘛 我们下礼拜减吧 也对 对呀 我们一次都掌完了 所以 下周 对吧 是 所以整个四月份 前面让大家 赶快把股票卖掉一些 转一些防御型的股票 没错 其实真的 帮大家省了不少 有 还不小心多赚了一些 是的 没错 再回头想想 那指数一回到 今天已经接近季限嘛 会不会碰季限不重要啦 已经不重要了 而是这个行情 有些股票已经 明显有卖盘了 股票不等人 所以大家记得 下礼拜 是的 如果 还有一点点机会的话 记得捡便宜 好的 好的股票 要有 好的买点 当然喔 是 我每次都讲嘛 我说 那个 上次问我 我说老师 那四千会变五千事情 我说 有点难啊 如果有三千块以下 我也蛮开心 就要偷笑了 现在有 有 现在有耶 是是 说我还蛮开心的嘛 出手了吗 记得啦 记得啦 欢迎大家 要珍惜啊 真的要珍惜 便宜的股票 好的买点 机会不多 并没有那么多啊 没错没错 有些的时间 参与点稍纵即逝 其实东西 事情就是这样啊 稍纵即逝啊 对啊 把握活动最后一天了 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 何时出手 第一时间通知你 当然想知道 更多的讯息 直接问 好不好 也欢迎大家跟上楼 02-6630-3231 节目中的感谢 迪老师 怀疑饼当的好朋友 下周见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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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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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